好 现在台风对北海岸的影响持续扩大 基隆沿海地区目前因为还没有发布路径 还有零星的调客 以及游客在岸边活动 连线给记者王晴华 好 主播 山陀尔台风带来的风雨 真的是一阵又一阵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记者位置 就在基隆的八斗子 我们身旁的这个海浪 是一波又一波的拍打上岸 不过其实基隆早上是没有风雨的 一直到了十点才开始下雨 中午过后 现在雨势又趋缓了 因此刚才有不少的民众 游客就趁机到岸边来观浪 稍微拍个照留念 而且旁边呢 那边就是一个合法的钓鱼区域 因此现在还有一些零星的钓客 正在垂钓当中 但是由于山陀尔台风 现在在基隆是持续没有发布 海上的警报的 因此也没有办法强制驱离 现在因为这个收台风架的关系 对面的店家也通通都是 休息的状况 下午的风雨可能会逐渐增强 因此要提醒民众如何靠近岸边 还是要注意安全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将时间交换棚内